大家好 我是青木 有一段时间没拍视频了 这段时间老下雨 我都不太想拍 然后又是热天嘛 这些多肉植物都不太好看 尤其这一些法师系列的多肉 这种夏季休眠比较深 它消耗液非常大 完好的叶片也是比较皱巴巴 加上这种消耗的叶片也没怎么清理 还有就是没什么颜色 所以看着就会更差一点 我的这些法师很长时间没浇过水了 从5月好像是5月底还是5月下旬那会儿 以前拍视频那会儿不是说了吗 就是断水到6月7月 现在也有一个多月了 断水这一块争议还是蛮大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断水 尤其偏南方地区偏南端这种省份 高温持续时间非常久的 尤其是没什么温差的 温差大的地区还好 温差小的地方吧非常温热 就是天气暴显示那种晚上最低温度都是256度以上那种 显示虽然说是256度 但实际我们感觉是非常温热的 它也就是在外面比较凉爽的地方可能达到那个点 在咱们家里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么低的温度 在一楼那种比较凉爽或者巷子里面可能会好一些 遮阳网我这边也是拉第二层了 这是昨天拉上的遮阳网这种到了七八九月这些温度越来越高 阳光越来越烈嘛 最好还是拉厚一点 法师系列对于这种光照的遮光率还是要求高一些 一般的多肉呢 低一点都无所谓 一般70%左右 六七十都差不多了 咱们这些法师 我这么一拉上 基本上遮光率达到了80%左右 也就是第二层嘛 这一颗女巫法师是嫁接的 下面用的装置均美丽 这种比较小的头消耗就会更夸张一些 得把上面的枯叶片剥开才能看到绿色一点 这两天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别人的视频 有的那些拍视频吧 他那法师死亡率老厉害了一片一片的 他那种死亡率呢 也是浇水 以前我也说过就是不浇水吧 但这个一说浇水所以争议就会很大 现在我干脆就是这种建议式的 你爱浇浇不浇浪拉倒 反正我这边是不浇水的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温差还不太一样 如果你觉得浇水了以后 对它的消耗比较小 你想保持好看一点 那你就浇呗 但这种死亡率就是到后期的风险会大一点 昨天拉遮阳网 我搬梯子不小心碰到 这个头就断了 黑暗萝莉这一颗 这个头这种还是接着的 也没完全断 我现在也不理它了 丢在这边 咱们这种法师到了后期多多少少都会出一些问题 我这边有不少法师 当然也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几盆也出问题了 毕竟我养的量太大了 这一颗是美肚沙 这个已经完全的干死坏死了 从这边这个头还能看清楚 是美肚沙 刚好这边这一块通风稍微闷一点 通风是很重要的 枯叶比较多的这一颗是红护轮 这个红护轮的杆还是挺正常的 它就是消耗非常厉害 它那种叶片掉光了以后 杆顶部的地方就有一点点发黑 但那种也不是完全的黑 掰开以后它还是比较新鲜的 以前也经常说 红护轮以及红护轮变异的这些系列 它的夏季消耗都会非常大 这种系列在咱们这边度下是比较困难的 水墨画那种稍微还好一些 那种叶片比较大 含的绿色那种比较多 上面这一颗是嘉年华 嘉年华是铜壶系列的 它是铜玫瑰 铜玫瑰也是铜壶系列 都是属于类似的这种 这种系列变异出来的也不太好养 消耗也非常大 右边的这一颗是黑铜壶 黑铜壶红铜壶这些夏季消耗都蛮大了 更别说变异的这种 在普通的法师系列里边 铜壶法师不太经得起消耗 到了8月9月会非常的糟糕 我这边通风还算行的 虽然还不是特别好 毕竟这些板稍微挡了一点 如果咱们所处的环境通风更差 那种情况最好还是少浇水或者不要浇水 通风越差浇水越多或者频繁 这种死亡率会更高一些 要想死亡率更低 你可以把它搬到阴阳通风的地方 不像我这里楼顶太热了 这种死亡率还是蛮高的 搬到那种一楼二楼那种靠内侧的地方 那种死亡率更低 这种死亡率更多噢 能不能ae 找 depen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